看完了巨星的记者会 接下来是大导演的座谈会 那就是吴念珍本来今天呢 要跟企业人士曾中信对谈 可是对方却成了报纸的话题人物 临时缺席 我只知道今天早上一打开报纸 什么肯定的优火 怎样怎样 然后他大概忙着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曾中信是临时取消行程 留下大导演吴念珍唱独角戏 不过呢针对肯定优火案 吴念珍指出呢 从环保的观念来看 肯定优火从民国88年开始营运 可是92年才有环保法 要不要硕及既往 大导演也说呢 不知道这个案子该怎么办 比较好